第三个叫做不要怕批错 各位上一次我们不是 来找了一个网友来批吗 结果 是不是 他的八字很好 我们批他八字很好 结果他却是没有工作的 再照一讲 老师批错了 应该老师批错了 但是各位 为什么我不会害怕 你不要怕批错 因为你假如怕批错 你永远得不到答案 因为你会想说 我一定要到100分的批命 我才要来帮人家批命 各位 你永远就躲在你的100分里面 批命 人家都说了 一个命理师批命有七成八成准 已经是很厉害了 也就是说批命没有100分的 你为什么要追求100分呢 各位 因为你怕丢脸 你怕丢脸 但是各位我不怕丢脸 我在上一次批命的时候 对不对 在你们面前我在批 我们都知道他的财官都不错 但是他在留月里面 他确实是不好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 他失业一定是在前一年 那几个月里面 然后到今年一直还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我会这样确定 因为我们时常 在批命的时候 会碰到这一种情况 然而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我的批命方式没有错 你了不了解 我的批命方式没有错 那 我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讲 那就是 他自己 应该就会是验证在 我们在 我在批命当中 前一年那几个月的时候 他没有工作 然后没有工作了以后 各位 各位 我们常常讲的一件事 好 要很久 坏 很快 就会成真 所以 当他 可能在被人家fire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他要重新再找工作 那就是 慢慢来 就是要慢慢的 了不了解 就是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 当他变成这样的时候 各位 你对八字 你知道你的准度在哪里的时候 你这时候 你就会开始 有所 你自己的领悟 你会领悟什么 各位 要成功 很困难 要失败 很快 了不了解 他要没有工作 是很坏的事 但是要重新有工作 那是好困难的一件事 就算我八字现在官运没有问题 但是 不见得 这时候给我的工作 我都喜欢 各位 了不了解 所以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谓的危机点 我们要避开危机点 你危机避开了 自然你就不会走向最差的那一步 当你不会走向最差的那一步的时候 后面的机会 你才比较容易把握 否则的话 很多人都是 只掌握到了危机 机会 从来不把握 我说我上一次在我朋友那一边 然后我到他的 那个临时办公室 我去看到一个人在那里 我不认识 结果 我的朋友就说 这是我的朋友 你帮他看一下 他一直找不到工作 结果他从去年10月 离职 一直到现在 没有工作 然而 他没有工作 并不是说 上天完全不给他机会 各位 只是一直挑 一直挑 想要有理想中的工作 一直挑 那结果 各位 他后面就算有好的官运 让他挑光光 了不了解 让他挑光光了 也没有用 所以 这个就是 我时常会碰到的 这一种的情况 我时常会碰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了解 因为在批命的当下 危机非常容易产生 但是成功 机会给你了 还不重用 了不了解 机会给你还不重用 我时常说 老师 我什么是有真命天子 之前就可以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 老师 人家跟我求婚 但是我拒绝 对 机会给你了 还不重用 现在都没有了 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拿 所以 很多人 都会犯这种错误 所以 我们 学八字 就要知道 我的机会在哪里 我的危机在哪里 而不要把机会让他溜走 那危机 每次都中标 是不是 妈妈你的生活就过得很差 所以各位 这一点要注意